中國各地白紙運動的最新發展 國務院昨天下午召開了記者會 宣布防疫政策將會快風快解 盡量減少疫情帶來的不便 而另一方面 中國當局也開始調查示威群眾 路透社報導 有示威者被要求向警局來報導 而現在有許多人都拼命刪除 社群媒體的留言 當局表示 權力跟自由必須在法律 框架內行事 現在大家都拼命刪除自己在社群 媒體上的留言 這是一位不願具名目睹北京 示威現場的民眾告訴記者的話 他表示 警方問他們是怎麼聽說 有抗議活動 前往參加的動機 是什麼 有兩名示威者告訴路透社 有自稱是北京遠景的人 要求他們二十九號到警局說明 並交代二十七號晚間的行蹤 目前不清楚警方根據什麼線索 找到參加抗議的人 也不清楚還有多少人會被叫去問話 另一名大學生表示 校方詢問他們是否出現在示威 抗議地區 並要求寫報告 分析家認為 幾天來的示威行動 與過去零星發生的小抗議不同之處 在於規模以及擴散程度 在濟南 居民試圖衝出封鎖 與防疫人員爆發衝突 推著路障前進並高喊解封 在廣州市 許多居民聚集立灣區路障周邊 對已實施好幾星期不同形式的封鎖抗議 在北京 大批警力在街頭駐守 對於任何可能再度發生的示威活動 嚴加防範 有人表示 警方不斷要求經過附近的人 拿出手機檢查 任何權利和自由 都要在法律框架內行使 這是六四事件之後 中國爆發最大的示威潮 國際上已有聲援 澳洲 英國 美國等 均有華人集會相挺 有計劃在明年前往中國訪問的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 見到在中國 伊朗 以及其他地方的抗議活動 美國的立場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支持任何地方人民 和平抗議的權利 公視新聞 黃韻林編譯